好了 那我们就回到节目的第二部份了 好了 大家听了这么多疑点 好像很八婆一样的事情 但是我和松太太想了很久 今天全天被她这件事困扰得很紧要 很想想想究竟 究竟为什么呢? 站在她的角度来说 怎样才会出现一个这样的情况 是要神忍那么久 但是又要露面得来 又好像是很硬来的感觉 是 我和松太想了一个理论 这个绝对不是外面媒体有任何人讲过 也不是说要抹黑皇室 也没有这样的意思 纯粹只是我觉得比较可能性 有一个可能性在这麽多疑点 而得到的一个逻辑上的分析 大家当故事这样听就OK了 话说松太就很坚信 就是她自己认为 就觉得Kate就不是患了什麽病 也不是说什么脂肪的 是有个病在那里 因为很多人外面说她有个腸炎 就是会整天长期都会发炎 那就是医不断尾的 就是又不会死 但是就会整天都发炎 然后有机会是会脱肝还是怎样的 总之那个病是挺痛苦的 那我自己觉得松太就觉得她不是病 她是什麽呢 她是大肚 为什麽会觉得她是大肚呢 首先我给大家看一张照片 松太觉得她3月份的时候 最后一次露面之前 她应该是进医院可能做了一些手术 是生孩子或者各样东西 好像是露面之后还是怎样的 露面之后啊 3月4日露面 跟着她就有那个Godfather William的Godfather的追悼会 然后那天突然间没有出席 松太就怀疑会不会是Kate要生孩子 那一天就生孩子 那一天要生孩子 紧急地突然间 是的 Personal reasons 是的 所以就Personal reasons 但为什麽会觉得是生孩子呢 因为你记得好像没有肚子的 最后一次露面 我们可以看回 她最后一次露面的时间 是圣诞 是的 就是圣诞12月25号的 那当时呢 她就穿了一件蓝色的大衣服 那腹部呢 有少许微微凸起 那我说 喂 如果你那时候六个月 再加多三个月九个月 就是三月可以了 是啊 那会不会那麽小个肚子呢 会咯 你对比回去上三个就知道 是的 那我又找到Kate 六个月的时间呢 她那些照片 那这个呢就是她生Charlotte之前呢 她六个月怀胎那时候的造型来的 那她当时穿着一些薄的衣服 薄的衣服 其实就不是说特别见头的 你说和这个 和这个蓝色衣服那个呢 其实是都挺一致的 是啊 就是感觉上啊 就是当是一个推你游戏的那样玩 是啊 那就变成了 就算你不是六个月 可能都有五个月啦 你不一定要抓月才生的 是啊 可能八个月七星仔都不出奇 是啊 那所以松太呢 就感觉上觉得她是大肚 那好了 如果用大肚来做一个逻辑的推论 为什么大肚不可以公开告诉别人呢 首先应该讲一下呢 她生完最小的叫什么 Louis Louis 她生完Louis之后呢 好像近这几年 经常都说她想再生 想再生第四个 经常说她出你Public appearance的时候呢 有BB就立刻宿起来的 是的 即她真的很喜欢BB的 所以我深信 就是我自己认为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最有可能 我觉得最有可能就是有BB啦 你都follow得她几粹的 你是否她是粉丝来的 八卦嘛 如果她有BB 再推论下去就是 为什么有BB 她不可以告诉别人呢 那我唯一想到的就是 这个就有少少dark 对了 一个就真的有少少dark的 就是我唯一想到就是觉得 会不会是那个BB 本身是出现了问题 就是说是可能他是 就是不是健全啊 又或者是智力方面有问题啊 各样东西啊 而这个问题导致的原因呢 有机会是一些黄塞特有的原因 比如就是因为他们近亲繁殖的历史比较多 因为大家都知道了 以前的黄塞大部分都是有很密切的亲戚关系的 他们每个都是亲戚来的嘛 再追上百多二百年前的 是差不多是直属亲戚都会有机会繁殖的嘛 cousins啊 是呀 和一些first cousin 就是直接的表哥表妹表姐那些 以前不知道的嘛 是呀 因为他们要为了他们保留 他自己的血脉 他的血统够纯正 所以他们一定会找回一些自己的人 去进行这个结婚呀 去繁殖下一代呀 那就是为了保持他的血脉纯正啦 那但是现在因为进入了现代啦 所以就比较会没有那么平常啦 是呀 这一样东西也都不是为世人所很接受啦 就是如果你告诉我听 你现在黄塞还是跟表姐或者表妹结婚 那其实世人是不是很接受这一样东西啦 是不接受这一样东西啦 那所以变了现在这一代就没有一个 就是没有那么多啦 现在这一代就会 譬如英国和荷兰或者加密啊 是的 这样通分 就是会远一点啦 但是这个问题就在于 他里面那个DNA的缺陷 就不是说一朝一夕可以洗得走的嘛 他可能是上几代都有流了下来 我不知道 我不是医学专家啦 如果是真的因为他一个遗传上面 而令到他那个BB是不健全的 那会不会 就是站在一个黄身的角度 就是会不会他不想给人知道有这件事呢 那因为呢 传统来说是不可以给人知道的 因为是有发生过的这件事 那话说呢 如果你有看过Crown的话呢 其实已经有说过的了 就是若莫在四十年前呢 那就在一间那些疗养院里面 就有人找到 不知道两个还是三个呢 就疑似是皇室的直系亲属 两个是吧 就是一些cousins来的 那那个cousins是什么cousins呢 就是伊丽莎白女王的first cousin 即是直属cousins 那但是那两个cousins呢 就是应该是有残疾啦 就是有本身是有病啦 或者是那个致力是不是正常的 就被皇室呢 是一直收埋了在一间疗养院那里 那甚至乎呢 是出了一些文献是写着他们已经死了 连英女王自己都不知道 根据Crown那部戏呢 我当时看呢 就是英女王和她的妹呢 Margaret呢 就去他们皇室里面自己的图书馆 去找回她的组织 找回那些典故 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人呢 这个人是不是已经去世还是在生呢 是这样追查之下才发现 他们原来还一直在生在疗养院的 总之是养了她很多年 是 但是一直都收埋了 而外面是没有人知道的 就是她在上一代 就是皇太后那一代才知道的 英女王本身都不知道这件事的 就是因为她可能是天生 就有某一些缺陷 就是因为皇室近亲范衔是比较频密 而导致到这一类型这样的事情 然后皇室为了她那个形象 就是将这件事是掩盖了的 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 据说这两姐妹其实是由皇太后 就是英女王的妈妈的哥哥所生的 但是皇太后的哥哥 在30年代的时间就已经去世了 去世了之后 这两姐妹就直接交了给一些疗养院去照顾 根据纪录片 和英女王The Crown 里面所提及到 就是在纪录里面 这两姐妹就分别在40年代和60年代的时间 就已经去世了 直到英女王和她妹在80年代的时间才发现了这件事 据说的 因为皇室从来没有承认过他们知道这件事 或者理解过有承认过这件事存在 从来没有的 其中一个就是活到66岁才死的 活到66岁在她的坟墓里面 就只有她的名字和一个罪号 墓碑就立了在疗养院附近 然后参加桑礼的人就只有疗养院的职员 从来没有皇室去参与过 也没有记录皇室去探望过他们 另外一个其中一个姐妹就很长命 活到2014年87岁才离世的 但是从头到尾 皇室都没有承认过有一件这样的事 但是就被拍了成为纪录片 也都在《Crown》里面有一段很长的情节 整集是讲这件事的 所以我和松太觉得 既然皇室有这样的背景底下 虽然她没有承认 但是有客观事实证明她两个是曾经存在过 其实也有上片 不过上片看起来比较阴森一些 所以我就没有拿出来 如果大家有兴趣 你自己上网去找回 既然有曾经发生过一件这样的事 就是说皇室的传统就是 如果有这些生出来 是可能有先天性的缺陷的BB呢 或者是一些子女呢 他们有机会是将她在皇室的历史里面抹去的 就是她有这样的记录 那你不排除 你不可以排除 她现在有机会是在做同样的事 都不承认的 是 所以如果是基于这样的原因的话 那我就觉得 她整个铺牌就很合理了 是啊 就是Kate为什么会要神忍这么久 你就算是你有病毒 各样东西 你都不会要休息这么多个月的 连小小公开露面拍片也没有 就算休息你也拍片也没有 是啊 她自己有YouTube频道的嘛 你拍片啊 update多些近况多些生活照片 其实不难啊我觉得 是吧 另外就是 另外就是 如果她是 你堕胎也好 是啊 那堕胎 都是很快就可以出来了 不会啊 所以都不合理 但是因为她有宗教信仰的嘛 整个皇室都是信教的嘛 有了BB一定要生 那他们是不可以堕胎 那你想想她的矛盾位在哪里呢 就是 她又不可以堕胎 又不可以给人知道 她生了一个有先天性有缺陷的BB 那这个时间的话 就就是说 她连有了BB都不可以告诉你 是啊 她就不可以给你知道 她有BB的这个事实了 就是 我不是说不可以是事实了 就是基于我们刚才的故事 如果 那个推论里面 如果她真的有BB 而那个BB是先天性有缺陷的 就其实 她是不能够给大家知道了 知道与不知道 对皇室的形象 都有严重的打击的 是 不知道的话 然后才被她揭发的话 就是哇 就是说你 你有故忌从事 几十年前的悲剧 你又要再重演 这个就会令到 就是民众对于皇室的观感 是非常之差了 嗯 甚至乎连唯一 就是最好感的威廉王子 和Kate Image 最好 是的 都会被彻底破坏 那如果他们两个都被破坏 你想想整个皇室的架构 还是不是 还是不是可以继续存在到呢 一个很大的疑问 好了 第二 当是给公众知道了 是 公众就会对皇室质疑了 喂 是不是你们以前 太多这些近亲繁殖的事件 所以令到你现在这样 会有很多的流言蜚语 甚至乎有些人可能会是造谣 譬如说 哎呀你里面当然是虐待她 怎样怎样对她不好啊 你生出来又黑薄她啊 诸如此类 一定有这样的人 我其实觉得在现在这个年代呢 就算她是生了一个BB 是有少少缺陷的 我觉得不会太大问题咯 你现在什么年代啊 那你有BB生了出来 坦白承认是会更好一点 你accept responsibility咯 那我的宗教 我是要生个BB出来 那我当然要养她啦 但是她会引起很多的关注 目光就会去了一些他们不想去的地方 还有你知道皇室一向都是这样的 她任何东西 无论好还是不好 她都一概不回应的嘛 是啊 如果不然就不会有哈利的出现和存在啦 是啊 为什么哈利会爆料写书呢 因为皇室一概不回应的嘛 她对外奸无论是批评赞与不闻不闻 以前老婆的皇室就是 现在不是咯 她整个policy都是这样的 那她原用回这个policy 其实一点都不出奇咯 是啊 她想去掩盖这件事 站在皇室来讲 是人之常情 是非常之合乎逻辑的 在她的角度是 在她的角度 如果这件事是真实的事件 那她去掩盖她呢 是非常之符合逻辑的 但我觉得其实如果真的有问题 她生了出来她照顾她 她就多个原因去撞造多些charity 去focus在这个问题上 是的 但是你要明白 皇室始终她是有一个很遥远的历史 她的架构 即是如果你看过The Crown 你就会知道 我没有看过 是的 所以你要看 The Crown 里面就是解释了 潜移默化 如何每一个皇室的成员 她都有她的责任 她要为了整个皇室的形象 如何去安分守己 做好自己的本位 是很压抑的一件事 而且 其实里面多次强调 里面的人 其实不是人 是皇室的monarchy 才是最重要的 你的 是的 你最重要的东西就是 保住这个皇室的地位 嗯 其余一切你个人的感情 都是不重要的 所以不然都不会有 很可憐啊 不会有查理斯 娶不了卡米拉 要娶戴安哪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女人 造成了一件这么大的悲剧 是吧 其实都是皇室里面的 一些遗留下来的传统 是令到她有一些 我们平常人不会有的障碍 所以我们不能够用一个 平常人的思考角度 去思考她的问题 是 这个纯粹是一个推论 没有任何实质的根据 不过如果你说我要 配合这个故事的话 那感觉上 这样是可以 把所有的puzzle砌得起来的 那有些comment 就更夸张的话 会不会那个 很英俊那个 皇室成员女婿 死了呢 是因为 是的 因为她和Kate 是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或者不可告人的关系 所以呢 甚至乎搞大了肚子 但是我觉得这些 就太夸了 我觉得就 我觉得就不会了 比较遥远 因为你作为 作为一个王妃 其实她在和威廉王子拍拖 那天开始 她已经知道自己的命运 和使命是什么 她真的很多training 那些什么etiquette 那些什么场合 要做些什么 穿些什么衣服 很多礼仪的东西 所以我自己觉得 她婚姻上面出现危机 我觉得不是的 我觉得不会是婚姻上面出现危机 而且她一举一动 都被人看着 是的 不然为什么其他人会这么配合呢 因为威廉王子又配合 查理斯又配合 她身形上面有一个改变 所以这个P图 就会变成集中于 在她腰部的位置 的附近 就是中间的位置去修改 那样子那些 一定是有些professional的人去搞过 如果不是你都不会 近乎完美的状态 我反而最大的疑问是 为什么 为什么经常都看不到她的眼睛 是啊 眼睛就出了些什么事呢 是啊 就是这些是 令人的喘差很多 还有 如果她真的有一件这样的事发生 嗯 那这个就不只是花边新闻那么简单 是真的会影响王室 是可不可以继续在英国存在的 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现在已经有很多人 是想王室是不再存在 是将英国的整个王室 徹底推翻 但是我觉得 我们香港人呢 其实对王室 有一个特别的感情 就是我们是 我不是不支持这件事 我是支持继续有王室的存在 我觉得 我之前解释过很多次 王室 很大的贡献 王室是有很大的贡献 真的 无论是形象上 维持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谐 稳定 它都会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 有些东西也不是说 就这样 国家元首可以做到 可能要靠王室的帮手 是一个润滑势 国家元首是会换的 王室是不会换的 是 永恒是一个constant的象征 刚刚刚讲这件事 constant 它这件事已经会打破它的constant 是 所以我就 其实真的不希望会发生一件这样的事 但是 如果你说要配合 配合进去 我们刚才所讲的疑点 那这个 我暂时和松太 目前想到最符合逻辑的一个 大家记住 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 是啊 看完听完 自己无聊思考一下 那就算了 不要当是一件真实的事件 那今天 commonwealth的典礼之后 查理斯呢 都罕有的突然间有出来说了一分钟的事件 就在各大媒体那里都有播放的 其实它没有什么特别是说些什么的 只是说 多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那我也会努力去养病 就可以尽我能力做到有多长得多长 就是它最主要是说这个 是借commonwealth的典礼 去借花敬佛 就说了刚才那句话出来 整段片只有五十多分 五十多秒而已 是的 所以呢 你觉得有点奇怪就是 每一次Kade出事 那他老爷呢 都会出来护航的 是的 那这儿其实就真是很不尋常 就是那件事呢 不只是威廉王子和Kade 两个人之间的事 是全家人的事来的 就是我觉得就 如果你说用感情问题 就去概括了这一件事呢 我就觉得稍为有点牵强了 那另外呢 都想回应回呢 有一些网友就问 为什么会得出到一个推论 或者一个预言说 威廉王子如果做不到 这个国王的话 就会变成哈里呢 因为我觉得呢 你也可以尝试 与这个推论那里的 就因为哈里就是代表一个 是反抗皇室的皇室力量 是的 即他本身自己是皇室 但是他很反对 现在皇室的现存的制度 的运作 那会不会是 即假设一个scenario 如果你要将哈里变成国王 去合理化 嗯 就即是说 哈里是唯一的皇室 可以选择成为国王 而会得到大众接受 的唯一option 他才有机会 是做这个国王的位置 是 那如果 我们刚才说的推论 是一个事实来的 嗯哼 那会不会哈里就是代表 我呢就是反对这些这样的传统的 我反对这些不人道的对待 是 我如果做国王呢 我就会彻底改变我们的体制 我们的制度 即是一个新力量 的象征 的象征 哇很恐怖 这个推论 是不是有些左膠的感觉 整件事 但是你是 fit in 到下去的 其实是 fit 是 fit 的 所有的制度上会更加开放 更加透明 不会再有这些悲剧出现呢 这样 而皇室都会接受 因为他要保护皇室 是啦 因为他是唯一的option 你又不可以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就不可以找Kate和威廉出来做 嗯 你就只能够找哈里和Megan Marco 嗯哼 跟着还有他三个小朋友 因为继位順位是 George George 跟着Charlotte 不是是Louie 不是是Charlotte 现在好像是 是吗 改了的 改了女儿都可以计计 就不是一定要男儿 顺序计计 应该是 我记得好像是 either way 都是他三个 跟着才到哈里 是呀 但是因为他太小了 是呀 所以他们又怎样 可以改革到皇室呢 他们改革不了的 是呀 皇室到了这个地步就是 你一是改革 一是你就灭亡 是呀 那你二者选其一 就是求生 那就是 如果他选哈里做的 就变成求生 如果你这样推论下去的话 嗯 那其实那个预言 是未必没有机会发生 就是他仍然有一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就是你想到这里是有些 无管动 有些细思极恐的 说真的 好了今天的节目有点长 因为整件事呢 我觉得要很有逻辑 很有组织地由头讲到尾 那才可以舒缓到我们 我们今天所有的 我们的train 对的train下货 因为都挺复杂的 那我不知道大家怎样看这件事了 欢迎也可以在comment section 留言告诉我们 那今集的时间到这里差不多了 下次再跟大家见 拜拜